好 來看到彰化元凜這名男子 他拿他家的垃圾跑到公有市場 攤商專用的垃圾紙車去丟棄 結果被清潔員發現 那沒想到這名男子不聽勸哪 強勢的丟完垃圾之後 又跟清潔員發生衝突 男子騎著機車載了一袋垃圾來 下車就要丟進垃圾紙車裡 清潔員認出他不是攤商 押住蓋子阻止 沒想到男子不理 蓋子一先直接把垃圾丟進去 之後還企圖攻擊清潔員 清潔員至保出手防衛 男子摔倒在地 男子起身後騎機車離去 沒想到十分鐘後又騎回來 要找清潔員理論 兩人發生拉扯 清潔員拉住他的衣領往旁邊一甩 男子摔得四腳朝天 他起身後又衝向前 清潔員再用手一擋 他重心不穩往後倒向機車 拖鞋都掉了 差點滑倒 之後捲起庫管 說清潔員害他受傷 甚至翻起椅墊 疑似要抄家伙 清潔員建狀也拿起塑膠 下廟 我看在原林公有市場四個垃圾紙車是市場向營業攤商一天收費三十元設置 但常有民眾半夜或是市場收攤後把家裡的垃圾拿到這裡丟引來惡臭老鼠橫行讓攤商附近民眾苦不堪 男子可能自知理虧 也打不過對方 最後騎機車離開 清潔員不滿 無辜被找麻煩 已經報警 要找出這名男子 希望他不要再把自家垃圾拿到市場丟 記者黎一峰彰化報導